我们接下来艾儿带来的 我真的觉得好帅啊 真的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 对 不一样的帅 对 你想想看 如果艾儿今天这样的装扮 然后他真的骑着 他的HONDA的RABO 500 然后骑过你身边的时候 你会说 哇哦 是谁啊 是不是 但声音肯定也是一个重点吧 不能骑过去没声音嘛 对了对了 你们会对于美式重机有所期待 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个原厂的声音 原厂的声音 它还有四样的声音 但是骑过去的时候 好像小绵羊骑过去一样 没什么 没什么声音 但我觉得这样不行 还要回油要放屁才可以 好听 所以你也是对声音有要求的 不是 就是美式重机 就是要有点气势在 要人多示众的那种感觉 那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那样骑过去 那样过去 很 不行 就是那个腔掉不够 对 气势没有出来 气势也不对 对 对 就已经满小台了 如果又气势输掉这样不行 你讲到满小台的 大家有注意到他 就是艾儿 因为你也是比较娇小 可是这台车一开始 就是因为这个身形 让你觉得很相秤才选的吗 其实当初选车的时候 在市场上 没有那么小台的美式重机 它是第一个 出这么小台的美式重机 像排气量500cc之外 它的车子短 轴距短 虽然相较这些仿赛接车来说 算是很长了 但是相较大型美式重机的话 真的是小台 没错 而且这个坐高点就很和善 对 非常和善 如果你是新手 刚考到驾照的话 对于就是没有办法 双脚踩到地 你会有不安全感的人 可以先从美式重机开始 而且美式重机 还有个好处 是因为它的骑乘方式 是比较这样坐姿的 那它蛮吃操控的 就是它没有那么好操作 因为你这样趴着骑的时候 比较人车合一 你可以夹着车 然后以及压弯 所以美式重机 就是看似放松的姿态 但没有很好骑 对 你骑不快 你如果过弯还那么快 绝对擂残 我还有一点是 非常的凉快 一点都不烫 你讲到烫 因为艾尔的那一台真的就烫 另外一台就很烫 我的车子又是烫到不行的那一车 对吧 因为刚刚几个前面都问你说 你有没有被烫伤过 真的有烫红过 有轻度 对吧 那你就觉得这个就没有这种困扰 这个就是骑上山想说 要想取暖一下 还有点冷 已经黏在上面了 还觉得怎么都不烫 这样子 会有这种需求 有有有有 因为骑他的时候就觉得上山好温暖 有个热气 这样子 一直在那边热气真好 这个没有 这个快冷死了 但是我觉得你骑在上面真的很相称 对我觉得就很喜欢他这个引擎外露的这种基建感 然后再加上就是装扮或者是车子的改装 因为像美式他其实有蛮多改装方式的 那我选这个比较偏向barber 至少我把尾后座拆掉 然后把这个后面的避震降下来 降下来 那他降下来比较会有这样子 从前面油箱往斜 往后斜下来的这种流畅的程度 那barber还有一个有点算是化繁为简 所以尽量把就是线啊或者是灯具都拆一拆变小 所以原本前面的这些灯具 我全部都整合到这个水箱护网上面 在这边有方向灯跟雾灯 其实安全性跟灯具还是有的 只是它变干净 那后面的话的这个牌架也把它黏在屁股上 就是让车牌跟后吐槽黏在一起 就不会再有多一个接出来的外面的感觉 然后灯具也都做整合 就让它整个变干净 那当然有些人还会想要把这个后召进什么 再更缩减 但我觉得暂时先这样 你平常现在骑它的机率还高吗 很高 因为这台车就是你不用思考 去哪都可以 我曾经骑这个上过铁站山 我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去过铁站山 就是它石头是大壳的那种 它可以 它应该吧 目前还没坏 因为我两脚都踩到地 我就是补就对 然后跟我一起上去的是MT09街车 对 我就说吹油啊 他就说 这如果倒车不得了 因为都是石头 对啊 你刚刚就形容那种路况 我就觉得 但是我就这样坐着 我就是这样子过去 这样过去 就还好 反正走过了 然后我觉得 考验过了 反正不会倒 因为我两脚就在地上 重点是因为这台车给你的安全感 太安全了 就是觉得太有安全感 然后我们下次再看更多细节 好不好 其实你刚刚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你把它改成这个消光红好看 是 我的油箱原本是亮色的 那这也是第一批Raybill才有出红色 所以我当时选红色只是因为交车快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它只有油箱红 后面没有红 土厨都还是黑的 那我如果要送烤漆的话 我只要烤油箱就好了 对因为有时候是它这两个配色会一样 所以后来我就选红 但没想到出去拍照的时候全身黑 它很好看 真的好亮喔 对 就舍不得改了 然后就把原本的亮色 因为我原本是觉得红色太亮了 当时是觉得太显眼 但后来我就把它贴得比较霧面一点 这样消光色的 觉得稍微低调 而且跟下面的组件也一样都比较消光一点 所以消光色也比较符合你的气质 我觉得 我希望 就是有点低调 但是又就是要亮眼 它足够醒目 但它不刺目 不刺眼 谢谢 谢谢夸奖 你觉得这样很好啊 很棒啊 对不对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它还是按你自己想像 想要的去做了一些更动 所以它目前就是你觉得最舒服 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是 我一开始的改装是装了很多的 我觉得没事 可以马鞍包两侧 然后装一些挂包啊 皮革啊在外面 一开始的时候 后要有后座 有后尻背 觉得就是我要很舒适的感觉 但后来发现 傻傻的根本也没有在后座 然后那些装载空间 就是会让车子不够俐落不够帅 那有一度就是 因为后来买第二台车嘛 就觉得说这台要不要 就不要不要不要骑了 觉得没那么帅 很多累赘 后来发现 其实再拿去改装一下 把包包拆掉 然后把单座降 把那个避震降下来 又焕蓝一新的感觉 就会觉得好像又可以再玩 改车乐趣就是这样 对对对 可能过一阵 怎么把它改成高拔 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一台车它可以在你每个不同时期 有不同需求的时候 透过改装去满足你自己 然后你跟它又有了一段 新的人车之间的连结 我觉得那个很棒 而且你一开始是不是 其实你刚刚讲后座 你是不是以前都做后座 后来发现你不太行 也没有耶 就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去 因为原本就有后座 那我只是觉得说 那个后座很难做 因为它的脚踏很后面 你脚会很憋 我只想说 那我把脚踏改前面一点 弄个后靠背 我比较好绑包包 对然后 但是其实没有人 没有在使用 所以我就把它拆掉 那还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它的那个离合器 很好拉 像我现在 手还没有完全好的状况 现在我还是可以 骑这台车出门 就它的那个华丽很亲民 不会负荷过重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 今天带这三台车 现阶段能够成为 这三位女骑士的最爱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对吧 好 谢谢艾儿 台车油门 地长金线 邀您一起上线 一起上线